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啦 能到 能到我面 能到我面 能到哪裡 能到我面 記不記得啊 記不記得啊 有啦 有沒有預期 有啦 有 來我們上次講到那個 順向波波的滑動講過了沒 講過了 順向波波的滑動講過了沒 順向波波的滑動 都講過了 剛剛 他問一下 他問一下 問一下 顏色無數 顏色無數 顏色無 對 河背滸出 我哪有 本來是河流 老師你說什麼 就河背 山邊滑下來的平 然後塞這個 塞這個 OK 塞這個變成河 顏色無數 滑的時候 就是他 我聽說 這是一個山一個山對不對 這邊東西反而是河道 那如果這個山頭整個滑下來 浮在那邊來 這邊就變成一個浮了 這上面這邊就變成一個浮 那這個浮 那這個浮 當然會有什麼問題 浮就是浮啊 變成浮不是很好嗎 可以釣魚啊 可以游泳啊 所以你意思說 沾著那一塊變浮 不是 沾著這一塊滑下來 滑下來 它滑到河道裡面之後 它就把這邊填起來 填起來之後呢 這個就整個變成一個浮啊 水一直往下流 流不出去 它就變成淹色浮 所以這一塊就是淹色浮嘛 對不對 這淹色浮有什麼問題 假設 這塊山頭 往旁邊流 它也可能會發展出新的河流 沒有錯嗎 它會發展出新的河流 但是顏色浮有什麼問題 那一塊山頭滑掉 會不會跟河水發洩 好像一樣 對齁 因為這個是滑下來的 它跟其他的旁邊的結構 並不是很穩 很穩的結構 所以當那個水太多的時候呢 有可能真的就貪胖了 喔 貪胖之後就像水壩絕體一樣 底下的村莊就會 突然水很少的 那個河道有一定的成奶量嘛 你突然水爆發 一大堆水下來之後 旁邊的村莊就會招壓 所以淹色我的缺點 淹色我的溫度 那我們才講過 吐石流跟滑洞的問題 那吐石流的問題是什麼 吐石流的問題 吐石流是怎麼造成的 就是下大雨 這樣大雨 然後造成一些比較鬆的 一些很差 鬆弛的 比較鬆弛的 會比較鬆弛的 會比較鬆弛的 那個 這個 空隙裡面 應該變得更瘋 對 因為表面的樹都被砍掉了 本來很多樹啊 對不對 樹砍掉之後 樹的根慢慢就爛掉了 樹的根爛掉之後 本來這些土會被抓住 就不見了 可是為了他們那種人工的那種樹脂 就是 有沒有鐵 有沒有鐵 有啊 你看那個旁邊有沒有 邊坡 高度我們大陸公路旁邊 對對對 高度公路邊坡 或者是你去蘇花公路的邊坡 它那個在 就 那個放在上面地倒下來 它就會 擦很多鋼筋 做鋼筋水 你會把整個水 空起來啊 為什麼 人造樹脂 不是人造樹脂 它其實會 它其實會綁鋼筋在裡面 會綁鋼筋在裡面 就是避免那個邊坡 因為水下下來對不對 水下下來的時候 邊坡本來邊坡是 滑動的石頭的話 水下下來就把這邊 沖刷掉了嘛 對啊 可是在這上面先鋪了一層 水泥 那你這個水下下來 它就沿著水泥外面走了 它就不會把這個石頭給蓋下來 下面的馬路就會有 被泥搶啊 石頭就會掉下來 OK 所以它就用水泥來突發那個 會滑動的石頭 會滑動的石頭 那像 南山那邊上怎麼講 南山那邊為什麼它要砍樹 南山四季那邊為什麼要砍樹 因為要種 要種什麼 種高山蔬菜嘛 高山蔬菜大家都會喜歡吃 脆脆的甜點的啊 就種的 那表示你把樹砍掉了之後呢 它那個蔬菜為什麼沒辦法 把石頭給固定 跟太熟 跟太熟 所以 蔬花為什麼能不能用蔬花 哪邊 蔬花 蔬花本身它的路 太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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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來 譬如假的這是山 它就是 山就是到海邊嘛 因為它是被 整個板塊 推移上來對不對 推移上來之後 形成山了 我們從小龍 宜蘭到花蓮 滑過去 開入 開入 開入我們就知道 我們一般的開入是這樣開的 就這樣開入 你這樣開入 你這樣開入 不安全 完全 其實現在這個部分 不只有蔬花的問題 中痕 哪邊 中痕 尤其是新中痕也是 其實以前那個中痕 從台中到花蓮那個中痕 舊的中痕 還好沒有嚴重 它最嚴重 其實它每年 就中痕有一段 小段 對 但是其實都還在小盤上 是整個斷掉 其實九二一地震之後 九二一地震之後 整個把中痕給斷 把中痕給斷掉了 中痕有一段 是從 公園到花蓮的地方 斷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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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有通過一次 後來就斷了 九二一地震之後 後來 比較大的地震就斷了 所以 斷了之後 這邊就非常嚴重的破壞 它從德基水度 在上面一點 那邊就沒辦法再通了 所以就不行走 不行走之後 它現在的做法是從 梨山那邊 就走那個 河環山 走那個 星基那邊下來 有沒有 走烏林那邊下來 所以大家說這叫新中痕 像從這邊到花蓮去 這叫新中痕 太融合了 還是上去了 對 那 你知道嗎 在這邊它往阿里山旁邊 它其實有照一條新的公路 以前這條公路沒有出來 以前那條叫新中痕 叫做阿瑪江阿附近 那條也是公開 沒有開之前 其實它就像不像的狀況 反正沒有出馬 可是就硬開 開完之後它基本上在每年都攤包 每年都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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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花很多錢 那事實上我們還是要走 對 沒有沒有沒有 事實上本來那邊就沒有那麼多人 有人在想說我們如果回歸 大自然的一個需求 它本來就沒有那麼的地方 就要硬開路 你硬開是人為的想法 所以就把它弄好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 對上大自然的力量 太難喔 大自然力量太大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去硬 對抗殺人力量 你記不記得在那個 上次有個台風 在花蓮那邊有一個河道 河道旁邊有很多飯店 然後那個殼抱草車就垮了 那個殼本來它下來有沒有 啪啪的 對 殼就下來 那因為 殼岸的風景非常好 就蓋這個河道 就蓋一些飯店啊 蓋一些飯店啊 可是你的飯店 第一集就在旁邊啊 對呀 旁邊就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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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地方蓋啊 我想蓋一點 大牛的飯店 好不好 蓋過來了 就蓋到旁邊 窗戶打開 蓋一點 對 我就蓋到旁邊 這個殼道喔 窗戶旁邊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幫你幫他全合啊 那你幫他全合啊 那你幫他全合啊 全合 對呀 那就全合啊 全合 他客戶的那種 那一種 飄在嘴上 飄在嘴上 這水很快啊 這水很快啊 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是在很平靜的水域 才趕快 那就是 他一般在講 河道是很緩慢的 他不會像這樣 我們 其實台灣的狀況是 台灣的高山很高 所以水流得很快 一般來講 我們的水都是 就是存不住水 那水流就非常快 因為他高度差不大 二塊他又冷 對 二塊 冷啊 冷不一定啊 看哪邊啊 有些水沒有那麼冷 有 高山咳得很多 然後呢他那邊 水一大的時候呢 他咳到就開始關外侵蝕了 水一大的時候 他關外侵蝕 關外侵蝕 這兔子就不見了 如果就不見了 整個方便倒了 你看那個青紋嗎 那個大大的 就掉下來 所以這是 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一般來講 所以 不要跟大自然去爭 你去跟大自然爭這個 爭核道啦 爭山道啦 事實上 本來來講 都有潛大的危機在裡面 所以有潛大的危機 所以我們要繼續思考 為什麼 怎麼去跟大自然和平上 其實這也是這張的重點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你重點要怎麼做 永續發展要怎麼做 隨時保持 隨時保持 對不對 隨時保持要避免這個 所謂的土石流啊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 這樣淹色爐這個事情 你沒辦法避免 淹色爐怎麼會避免 淹色爐這個大自然的形成 他沒辦法避免 後來把它改造 不太容易啦 我們只能說 你淹色爐發生的時候 發生 也 不一定要炸掉 因為你要炸掉 可能 變成動物會很長的時間 你的水已經煮不起來 你還要怎麼樣 你還要怎麼樣 讓我擦一 好 只是說 擦一擦就把它放進去 不要用後面那個擦櫥 那個擦櫥就掉了 你要擦先用去 後面那個就好了 把它當費油 better 我要炸掉 就不要是 太光澤 wiel來給擦掉了 怎麼會擦掉 就是電風燈會掉 哦 開放到那個 土風的 怎麼會這 不行 不會動 Larry 對 不會動 它凹不成 它弄得很慢,就是说你有给电,它弄得很慢 所以它里面应该有阻力较大 阻力较大的情况之下,如果实际给电,它可能焯掉了 电是焯打的啊 给它弄了一点,因为牛很有烤眼的 对,可能有 所以那轻较拔头,拆一下,轻较 对,放进去,放进去 好,那我们看一下学习单的第三页 三页的第十二题 我们刚才讲过那个,玄虎威力,通信物栏的部分 我们现在通信物栏,主要是 什么造成的? 中国大陆 还有那个,排杯器 是啊,真的中国大陆造成 工厂排杯器 工厂排杯器 石油皮链厂排杯器 石油的皮链厂,就是我们讲就是 麦寮的那一片的那个石化工业 简称中国材货的工业 蛤? 本化鲁也有齁,你这什么中国材货都是什么意思 中国材货,所以 我们就空气不好 可是我们现在的讲空气污染 真的是,都是中国的沙漠那间的 杯石斗砂飘过来的吗? 杯石斗砂飘过来的吗? 杯石斗砂飘过来的 不是,那是什么? PM2.5 PM2.5,PM2.5来自哪里? PM2.5来自哪里? 高总,你刚回来 PM2.5来自哪里? 对 就是来自各种粉层 各种什么? 这种粉层 粉层,这叫粉层来自哪里? 这层来自工厂 什么? 工厂 工厂,还有勒? 刚刚讲工厂有点讲过了吗? 呃... 讲点大家没有讲过的 对 邱老师 邱老师 想不到 想不到 那你们觉得想不到 有家里面 炒菜 都会有PM2.5 蛤? 油烟吗? 油烟就有 油烟里面就有PM2.5 所以你说 我们有时候在想到PM2.5 当然啊 大宗的 外面的 你每天去外面工作 骑脚的车上学 你经过很多地方 比如像 呃... 我们讲说刚刚讲石化工业 还有什么? 石油 石油化工 就是发电厂 燃烧 对,还有汽车 还有勒? 粉化炉 还有勒? 机车也有 刚刚老师 还有勒? 其实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新政府上台就说 花莲的 太平洋的什么? 太平洋水泥 亚洲水泥 亚洲水泥 要停止 要停止嘛 对 然后其实水泥也会 对哦,水泥可能非常多 所以那些里面 实际上有 灰尘 本尘的东西 多多少都PM2.5 那PM2.5 它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超不下 吸进去 出不去 对,一个是吸进去 出不来 另外是它在空中 持续很久很久的时间 没有下雨啊 没有下雨 它可能会掉下雨 为什么它不会掉下雨 太小 太小 它跟空气撞起来 之后它就掉在空中 对不对 直量太小 实量太小了 它皮肤太小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最怕 以前 其实台湾呢 我们在监控空气污染 都监控的是10微米 就PM10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监控 它是监控PM2.5 而且大家觉得PM2.5 而且大家觉得PM2.5更重要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有一个 寄附件 不是 区域主要就是来去那个 听听听听听听 那听听听听听 那个记者 他小孩出生之后 他发现说 诶 怎么 肠肠咳嗽 过敏的现象是没有改善 然后他就去调查 记者的本能就是去调查 去发现问题的原因 所以他发现说 诶 这附近的人 费亚的比例 应该有时间增加 他真的要搬啊 要搬家 对 那有人就说 那你就搬走嘛 你有情就搬走 可是他觉得说 这是我的国家 他住北京那边 这是我的国家 我怎么要搬走 这是我的家 我怎么要搬走 因为我刚才 弄完 弄完不能随便搬家 我知道了 诶 现在也没那么理 他不能随便 你要点搜 对 他不能觉得 这个问题 你还可以 是 是谁公民 王总统 那是 那是比较早期 现在其实要搬家 不可能 可以申请 所以很多 像是从内地到沿海工作的人 可是他在北京工作 之所以不想离开 因为他不能搬家 人家就 我刚刚跟你讲 人家说你有钱去搬嘛 可是他怎么办 因为他觉得是我的家 这是我家 我好像是我的家 我要让我的小孩 有时候可以 好好地增长 增长 对吧 所以他就去 找出真正的原子 他去研究 他花了两千 拍个晶片啊 非常有名啊 做什么啊 做 做 操球之下啊 没有听过 没听过 没听过 对啊 好啦 那早前我们再帮你看看 可以看到吗 好喔 操球之下 整个影片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在YouTube非常有名 大概是前两个时间 他出来的时候就 操球之下 他主要讲 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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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那个影片 他讲PAN20 我后来他发现说 现在PAN20造成了 大部分的这个 背部的疾病 那PAN20怎么形成呢 他后来研究 事实上在北京那边 非常多的工业污染 他的食物要工业 造成整个环境污染 好 那这边消息一揭露之后呢 他就被 当场被公共封锁嘛 他影片听说 上架第一天 第二天就被封锁了 好 那大家就马上 封房 反应的影片 非常容易走 所以会被封锁 不是不是 因为他的影片 报道得非常强实 好 大家还证实到 PAN20的影响 比PAN10 因为PAN10 简单的讲 PAN10 看得到的 你看空气 不蒙蒙的 看得到的 比得到PAN10 PAN20基本上 眼睛看不清楚 你没有办法很清楚 现在有规则在这里 比如在煮饭 有烟 里面我讲PAN20 可是 你看得到很多烟吗 其实没有那么多烟 他身上都有 所以以前 早期有些人在想说 为什么妈妈 家庭主顾 你都没去抽烟 没去公共场所跑 为什么很多妈妈 会得费啊 有烟 有烟的问题 家庭又有 对 有烟的问题 所以 后来他就 他就把这个 交警揭露了 大家开始说 那我们的工业 是不是应该管制 我们现在在处理 所谓的电话电话的问题 可是在大陆那边 因为他们政府 他们现在动力来发展经济 他们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照顾所谓的环境产生 所以他们就 北京 好像在 两周现在 通过什么 整年的 整年的法案 对 那是现在 对 现在慢慢的东西 现在慢慢通过 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很多 东义人士 他愿意去接受一些 所谓社会不公共的问题的时候 你慢慢才会改善 其实是像大陆那种强权的国家 人民的这一种 他就是 瞬间推了 然后直接 总杀 对啊 他就是 他可能前面倒 倒不住了 目前一次就改变了 这是大悦记 那一次就改变了 那不像我们讲的演话 慢慢来 所以 PM2.5主要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现在 台湾本来是PM2.5 也听过这个影片之后 现在大家在乎的 是PM2.5 你去看网络上 去查APP 很多PM2.5的APP 好,所以現在是紙包 今天已經發生紙包 今天已經發生紙包好了 請大家在家裡不要出門 他在紙包怎麼辦 大家在家裡不要出門 紙包就是PM2那種太強太多了 是BBS嗎 BBS BBS出力 BBS的表你一個版面的 算紙包 再到10萬之後 發生紙包 對 類似的概念 它就是PM2那種超過一定的量 我這手機也有那個功能 他每天會提醒我 經歷 經歷在家裡不要出門 他會有一個提醒 我建議要在外面室內 沒有 經歷可能空氣還好 所以他沒有提醒我 不然的話 通常他的指標 說現在的環境不空 今天空氣體質如何 那如果太糟糕 那就提醒你不要出門 好了 那BBS的時候不要出門之外怎麼辦 戴口罩 戴口罩沒用 沒 你要戴那種 N95 要戴N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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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一般的那個 家裡面的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 活進戴口罩 新的那種功能不大 那只是 新的如果有戴口罩 因為他孔子氣太大 CM26張過去 那是孔很大 他不是戴的錢 可是我跟人說 他要戴口罩 貼5 沒有要戴口罩 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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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類的 但如果有戴口罩 那個狀態 PM29 沒有戴口罩 就沒有戴口罩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樣 他阻不住啊 會一直通過 他一直通過 所以我好像 有些把那種 你一直在呼吸啊 所以你一直在呼吸啊 所以你還是吸氣很多啊 你會 吹出去啊 你這樣 扶的時候 就把它 扶出去啊 你要讓他阻住 是讓... 像譬如說這種... 動變那樣小 好啦 我們這個時間好不好 你用那個... 哪邊的紙包的洞 就請紫虹戴著那個口罩去那邊戴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在觀察紫虹會整個背來 比如說... 她的天吼... 她的... 天吼... 她的天吼... 會長... 然後她把那洞給紫豬邊 就變成洞非常小 然後... 天吼就過不去了 要等多久 我覺得應該可以試試看了吧 喔 上午都可以試看 我們設計實驗 對 我們設計實驗啦 好不好 先請紫虹幫忙一下 對 所以空氣污染的原因 那我們都知道它什麼方式呢 什麼方式空氣污染 現在不是水草 過濾水草 水草 你不是不能換到現在要換什麼 反正只有姜林而已啊 姜林是說... 因為姜林本身是密地空間 所以我在局部的廚房那個地方 產生電荷電荷的時候 那周圓電池會吸出去嘛 可是產生的時候呢 我還是會吸到一點 可是它不會亂飄 因為它在主廚的局部空間裡面 好 那就被周圓電池吸出去了 那... 那不是大通啦 那不是最多的東西 不是不大通 那不是最多的地方 我有在2012年的一個TAG上講過說 它想在工廠的排岩口做冷漏氣 對對對 然後就直接冷凍就排出去的那個廢氣 沒有錯 其實一般來講 真的要去留意 就是你要做廢氣的排放控制 排放控制 排放你要再做處理 好 剛剛那個... 官員講的那個記錄 我都沒有聽過 說冷凍的燒是處理的嗎 不過我們以前在做的方式 是說什麼 用水洗的概念 就是你被... 你對我的工廠 我是做所謂的... 我是發電廠 發電廠它燒石油或燒石油氣 或燒石化燃料 燒煤 它燒這個廢氣呢 不管很大的廢氣 它先經過一個廢氣場 所以廢氣場是基本上 像廢氣場的概念 我空氣從那邊進來 我上去的時候呢 我會有一層一層的 這是濾網 濾網 濾網 然後每個濾網就噴水 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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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空氣慢慢上升的時候呢 它上去就像下雨一樣 下大雨的水就被... 空氣被洗乾淨了 洗完之後再排到外面去 再排到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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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個廢氣呢 要經過一個廢氣場 經過廢氣場去處理這個廢氣 那你看打下來之後 這個小沙沙啊 這灰塵啊 它用那個... 變成水場裡面加上凌膠 加上凌膠嗎 就是... 吉利鈴... 就把那個... 對 那個凌膠都在水裡面 它就把那些... 渣渣的黏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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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住變大顆之後 它就不是... 變奶酪 變奶酪 變奶酪變怎麼樣 奶酪都會怎麼樣 那... 卵暖的黏住黏住黏住黏 它沉下去 沉到這個水的下面 它沉下來 沉下來之後呢 一段時間喔 它就放上一個複菜場 複菜場它就把這個泥渣喔 就放在那邊 那因為它已經很重 很大顆了 所以它不會飛走 然後開始曬太陽 曬太陽 曬乾啊 曬乾它變一塊一塊的啊 那一塊一塊 然後現在怎麼就離 沒有啦 那個東西 假的這是工業的廢渣喔 它裡面有一些有洞皮屑喔 它就沒有隨便亂丟 它就可以回收在衣服 它不回收在衣服 它本來用水泥固化 變成一桶一桶的水泥 拿去買房子 拿去 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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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的桶子嗎 可以這樣 這是最 現在目前來講 普遍的工業廢室就是藏食品喔 就是廢泥大於藏食品 它就把它埋起來 埋起來 埋起來 因為 有什麼核肥料的概念 差不多沒有做 這是我們目前 最安全的注意方式啦 你說 不經濟有效沒有做 因為它會占掉很多空間 可是它 相對我們人類的品質 什麼什麼 你講嗎 這樣的占的空間還是算小的 冷透也差不多 就像是有人講說 啊 你的核肥料越來越多 沒多久就更 陰液道的一樣高 那有人屏肥要多少 要多久 還沒到嗎 要三千年 要三千年才不要 陰液那麼髒 所以 有沒有很立即的問題 有沒有很立即的問題 好像沒問題 那麼久 不是像 藏羽放的 叫做什麼 粗肌和垂肥料 這樣 是一些有放色性的東西 它主要是衣服啦 清潔用品 手套 所以你碰過 核肥料的二極體 就是說 它本身不是核的肥料 肥品 它是碰過它 穿的衣服 用的手套 進去 這些東西你不能亂丟啊 因為它碰過了 所以你必須把其中處理 然後它都要處理 看高電腦 好 所以空間貨人主要的防範方式 就是你要做 最簡單的排氣的食物 拿去海鮑就好了啊 什麼樣拿去海鮑 啊 每個人都海鮑 有田不滿啊 你是不是吃魚 昨天有個同學跟我講 他說 我們這些東西核肥料吃魚 怎麼不把它打到太空去 我就覺得非常好的想法 太空田不滿啊 說過了 太空田不滿 真的可以用也太貴了吧 太貴了 太貴了 太空太貴了 太空太貴了 可是海呢 如果跟官員講 海 那污染比較大 污染比較大 污染比較大 污染控制不了 那個污染控制不了 那污染控制不了 你知道嗎 現在的問題 沒有 何必要哪有海鮑 你不要亂講 以前有 那是以前可能有人不懂啊 就海鮑啊 那你沒有抓到啊 你現在不能隨便講 何必要海鮑啊 誰啊 啊 誰敢何必用海鮑啊 誰敢何必用海鮑啊 你這以前都在海鮑 你被其他國家知道就完蛋了 我跟你講 媽咪 自豪 好 在 呃 被料的處理 基本上我們會希望說 你是最安全的方式處理 可能會看到那些空田 像 像 美國他們有沙漠 沙漠沒有住人 他們在逛沙漠 那事實上以前也有講說 那我們 我們的核被料 因為像北韓那些地方比較山上 地方沒有住人 我們也跟北韓 參約 對 準備放那邊 他當然快被禁止了嘛 他認為你國家沒有 我們自己國家要處理 基本上放到國外去 所以這 這其實很難 好 那 那 這是空氣污染的處理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要從源頭處理 不要讓它 它飛在那空氣中 你看 就處理不良 你看這空氣中 有PMO的理由 你怎麼把它收集起來 下於 除了下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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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說 這邊有一顆 收起來 這邊有一顆 收起來 收起來 收不到 收不到 那你家裡面如果 有擔心的話 你家裡面怎麼處理 家裡面如果擔心 有什麼處理 裝沙漠系統 不是沙漠系統 你知道 抽去哪裡 跟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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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 NG的那個管道 是統一的 你看 這是一個房子 它要是真的才行 學美國 學美國那種 用電瓦斯 用那種電瓦斯 電瓦斯主辦 電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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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講 片尾那些 剛剛只是瓦斯 還有油煙的問題 它都是油煙的問題 好了 這個瓦斯也會喔 黃色會 剛剛講說 假設我現在開個 抽空氣 我把空氣抽出去了 把片尾那些抽出去了 那它覺得都不合理 挺合理的啊 那你抽完了 空氣 就裡面沒有空氣 你又 所以那假設我們不要讓它掉下 我們把它打更高 怎麼打更高 像通常的概念 這個底下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就把電腦向上吹 你覺得有沒有效果 我覺得是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你就知道有沒有效果 你看我空氣很快吹了 這個空氣裡面的空氣是高壓還是低壓 低壓對不對 空氣抽就是低壓 那外面的空氣算是相對它是高壓還是低壓 那會怎麼樣 會從蹦蹦跑進來 會從蹦蹦跑進來 教你抽蹦有沒有用 一般來講在醫院 它要防止細菌乾的這個房間 它怎麼做 它要抽低壓還是打高壓 打高壓 打高壓 它是不是要抬出去 它是要吹進去 它先用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過濾區在這邊 基本上空氣進來之後 這邊已經殺具 防塵什麼都做完了 空氣打進去 所以這裡面是高壓 高壓會怎麼樣 向外排進去 空氣都是向外排的 空氣都向外排了 所以當我把門打開 這個門打開的時候 空氣掛進去 空氣都向外排了 所以我把你的心就進不去了 所以有個確保這個房間裡面是乾淨的 這邊有所謂的PM2.5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房間沒有PM2.5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樣 用抽氣好不好 剛剛看起來 那剛剛 官員長 我把空氣打到天空頭 打到天空 打到天空 我們不講嗎 颱風的形成怎麼形成的 來 榮哥你昨天很痛 我們空氣往上飄了 後來怎麼樣 旁邊的空氣堵進來 旁邊的空氣堵進來 請問第二天你在哪裡 對 對 對 又吸回來 所以你往上打沒有用 那怎麼辦 在室內補出一定會練什麼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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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過說你戴很好的口罩 我的效果好 對不對 在房間怎麼辦 嗯 假設你 以後生小孩 有小孩 小孩的那個空氣力進去 小孩的體快力比較小的時候 有動力 對 有動力 廚師機啊 有這個 幫廚師機 對 對 廚師機一般來講沒有 清除空氣的功能嗎 廚師機沒有 像空氣力進去 空氣力進去 空氣力進去通常就是這樣一排 它空氣從裡面吸進去 從底下吸進去 從上面排出來 排的過程中 它把一些東西都卡住了 它怎麼卡住了 因為它的這個網購 一個是網購箱 它通常會分好幾層喔 濾水氣的概念一樣 對 它通常會分好幾層 濾水氣的概念 就是用比較粗的網子 把一些雜氣喇叭的東西 除掉 比較像毛髮啦 像是垃圾啦 比較大部分卡住的 比較成什麼 比較成什麼 比較細的 好朋友 比較細的網子 就更細的卡在裡面 那上面成什麼 水 在上面比較靜電處理 靜電怎麼處理 它通常會用吸的 它通常這個 灰塵上去的時候 它給它一個強的電子 把電子槍進去 讓每個灰塵上面都帶固電 在固電之後呢 我這邊有個板子 上面帶正電 有喔 就是要擺平上去 這個灰塵就吸上去了 吸上去之後呢 我的空氣要排出去 這是乾淨的東西 所以這個叫做靜電吸附 靜電吸附 靜電吸附通常是 比較高級的才會用到靜電吸附 或者它的除塵率比較高 所以 剛剛說什麼 那中間電起來是 是變式 就是類像以前我的口罩 然後變式的那種 老闆長說 譬如說 如果要看到電子 電子槍 剛好把電子分子 也把它變成 附近的那種情況 就吸附啊 喔 把這邊啦 不理解 所以我說把 反電分子 反電氧啊 反電氧 或者是一些 什麼樣化之類 你不理解 然後變成那個 在附近的 在吸附啊 就卡住了 那老師是說 他把空氣 原本 帶有的分子 搶擋 電子 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沒有 其實這是對的 你這樣放的機器 它會號稱一個功能嗎 它會號稱一個功能嗎 我的機器啊 有臭氧功能 然後還放出物理子 什麼 有機器有聽過沒有 這兩個都是我們目前來講 對環境 處理上是好事的 他們認為是好事 會消除我們的自由基 負離子 會消除你的負離基 為什麼要去山上去看 去想說分過鏡 因為聽說 很多負離子 山上很多負離子 所以看到這機器你看 它讓這個空氣都帶負電嘛 灰塵被吸住了 那好不然空氣有帶負離 你說 不過空氣呢 難道 都不會被吸住嗎 原來這樣補過 因為它是 補線橋 它那個吸沒有那麼強 因為空氣的運動非常快 它比灰塵運動速度還快 所以空氣被吸住不容易 但是你的灰塵被吸住 它從地道就是空氣的運動速度 對啊 所以空氣有空氣的運動 所以一樣啊 空氣都變 變別 你看啊 我們的頭髮 頭髮會卡在一起有沒有 會卡在一起 有時候喜歡頭髮卡在一起 那你都給它帶負離子 每個頭髮都有負離子 會怎麼樣 會豎起來 會豎起來啊 它鼻子墊就豎起來啊 就會卡在一起啊 懂你什麼 它就好舒啊 頭髮變得好舒啊 它這個脆的就是負離子 它這個就是負離子 所以可以啊 負離子不難 負離子的創造不難 負離子一般來講 像我們以前電子漆 你們看過那種大台的電子漆 從後面打電子漆 從後面打電子漆 對 那就是一個電子漆 打負離子的 負離子做很簡單 我一個朋友 以前他們做那個點鹽器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 有的家裡面 爸爸可能會在車上換那個 負離子產生器 負離子產生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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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下子都會有肌爪 都會有肌爪 它就是啊 插在那個點鹽器上面啊 它這個小口也會噴出負離子啊 它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我們現在家裡的電文拍 為什麼可以電子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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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它會靠兩顆三十顆的電池 它經過一個電壓轉換之後 轉換成大概是四十個五十顆左右 距離了 喔就是高壓電喔 高壓電就給電子蚊子 這邊碰一下就給電子 不會啊 因為它電流很小 然後呢 你電文拍給換到 我才會碰它的電很小 但是呢 假設我現在做個 做個 鐵板 中間有個尖點 我這邊是負電 這邊是正電 它是正四百五十顆 會發生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喔 這邊開始放負離子往旁邊跑 你看它就是一從外跑 那空氣通過它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我朋友做些人 他是這樣做出一個簡單的裝置 他抽一口煙 跟他吹 那個煙通過它是沒有的 那個煙通過它的時候 就講那個煙的科技 讓它負電 大家負電往正電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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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煙就不見了 所以它那邊 它跑出一個很遠 對對對 因為你過去的時候 它負電跑出來 會撞到你煙嘛 撞到你煙 就是煙就在負電了 對不對 那這邊不是正電嗎 對不對 這板子是正電 板子的正電 把負電給吸走 那煙就不見了 好 所以我們不是叫做 一樣的東西 它是靜電 靜電出塵 靜電出塵 所以這是 電往拍 浪費 就是 電往拍浪費 應該會有那個效果 因為它不是持續的 電往拍的供電 它是間接性的 它不是持續式供電 而且 它的 我在懷疑它的供電 所以它變成很高性 那你要高一點電壓 才能有效果 很多的電往拍 可以 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現在是你可以拿一個電往拍 抽煙的時候 你在廁所抽抽煙的時候 拿去電往拍 這也太無聊了吧 看看你的煙會無限 電壓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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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空氣污染的防範 在家裏面 有一個空氣清晰機 來補營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 下一個我們講到的污染 還有一個就是 鑽魚 鑽魚是什麼 我不知道在打火的地方 還有什麼 鑽魚 鑽魚 你看 趙中在講 趙中在講 空氣流量 就是 鑽魚 就是 跑到 你裡面去 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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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特別定義鑽魚 要貼紫小魚 鑽魚 鑽魚 我們定義它的鑽魚 像台湖地區 尤其是幾個中葉區的 上空 現在這台雨有時候會到山 桃園 桃園會到山 桃園 桃園對 鑽魚的危害是什麼 鑽魚的危害是什麼 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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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統計說我今天鑽魚 都是鑽魚 鑽魚 acer 鑽魚 鑽魚 但是 但是ró 但是剛剛講說 那是 增加那個 石頭的等性贖 是真的 我們下下來鑽魚 鑽魚 鑽細的容易 會熔點什麼 會熔點金屬 對不對 interconnected 但是石頭裡面的那些礦物實 你下下的时候会被溶解出来 加速神秀 加速神秀 你会加速神秀没有错 那会加速神秀的心情 所以像有些房子 看一些比较好的神秀 看你神秀的 他就会让他死坏了 就会死掉 会死掉 会死掉 你刚刚那麽 就你刚刚那麽 会变蜀蜀 就是他会变蜀蜀 他会变蜀蜀蜀 他会变蜀蜀蜀蜀 我那天 昨天叫我去他们家 看那个神秀蜀蜀蜀 只会小的那白色石头 好 下次我们有机会在做 看看那个石头的 被钻底侵蚀的效果 可以看一下 好 那 主要方向的原因是什么 钻尾蜀蜀蜀蜀蜀 钻尾蜀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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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 应该会 但是 这个目前没有出去告诉你 但是应该是会 因为我们讲过 遗传里面 研究是教练 遗传 遗传在复制的过程当中 它会受本体改变 会改变它 复制DNA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变异 所以有可能会产生变化 会产生突变 然后下去 那植物不健康的人 原来就不会太健康 不健康的人 不健康的人 原来就不会太健康了 不是 突变不健康的人 突变不健的就是不健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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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遗传 经过突变 才会演化 对才会演化 在过程当中 不健的就是不健康 我当讲的是 那个 假如有植物被雨淋到的话 糖尽量演到不健康 所以这是一个假说嘛 你其实是一个假说 所以我们就要做实验啊 我们现在没有人去做实验 是不是 目不健康说 幽灵到中 在6号 对我非常非常希望你下去 你可以做个这样的实验 或 起播成这样的 这个实验器要做 比那个下腰实验很简单 因为下腰实验 或你到人喔 才不早 这个实验要做 不会太难喔 怎么做 对对对 对啊 就简单 我就种绿豆就好啦 绿豆这么容易种的东西 我种一匹绿豆 然后滴酸 对一边滴酸鱼 一边滴干净的水 那就观察嘛 观察绿豆长出来 通常有差别 就是这样 他会滴酸鱼很可疑 你不要做实验嘛 那你随便吃啊 你不要想说 那心里面就一直怀疑 哦 这个植物逼到酸鱼 会不会不健康 或植物会不会不健康 会不会怎么样 又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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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学的实验方法 不是学的说法 好 所以我们知道 酸鱼的定义 知道它 我们要考虑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废气 废气还是废气 尤其是燃烧的废气 我们知道燃烧的废气 假如碳 碳跟氧氧氧氧是什么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 现在空气中之后 它泡到水了 碳酸 它会变成碳酸 C C H C H 是 碳酸 碳酸是 H2 CO3 H2 CO3 对 H2CO3 碳酸 所以会变碳酸 它变成碳酸 碳酸就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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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常喝汽水 会包 会融解钙子 你看喔 酸 清水里面没有二氧化碳 对不对 二氧化碳融到水 就变碳酸 所以我们叫碳酸是水 碳酸是饮料 就是因为它里面 碳酸 碳酸 鱼 它会融解金属 钙是金属 所以我们多喝碳酸饮料 我们身体的盖子容易有失 懂意思吗 就是有一些 碳酸的品力也有这个 碳酸 碳酸化碳 就是比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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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相对来讲 比例问题 比例越多的 你丢越容易有 碳酸的问题 丢越有专心 听到问题 好 我们先下空 恩 我要做我父亲割热 我祖匿的孩子 我爸有了 地书 你看 都是 请